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一位久违的歌手 一位女歌手 咱们先说一个小插曲 在2015年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国色天香 许咱们看过 它是一个什么节目呢 就是把歌曲和戏曲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节目 当时有一个女歌手来参赛 她当时唱过一首非常好唱的歌 然后就要把改成这个戏曲 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叫什么 叫袁毅 袁毅这年32岁 他就建议这个女歌手 说你这歌得这么唱这么唱 然后这女歌手呢 就当时对这个意见不采纳 后来两人说说就说急了 这个女歌手就说 我入行的时候你还穿开单裤呢 你少跟我这么牛 这个音乐总监别看他30多岁 可是资你相当深 那他和国内几个大腕一线歌手都合作过 然后说当时可是这人含养很好 说那个然后进行耐心戏的工作 然后这个歌手呢 跟他俩合作 然后把这个戏改了 这个歌手叫什么 这个歌手叫白雪 大家想到歌手 这白雪就想到了 当年就他们要改那个歌叫什么 就叫千古绝唱 当时白雪因为对改编的这个 不怎么太满意吗 和这位音乐总监当时就怼了他 那我入行的时候也穿开单裤呢 经过这一怼 没想到后来二人还修成正果 姐弟店拉开 现在呢就是白雪的爱人 那说到这呢 大家都知道 今天咱们聊这个歌手是谁呢 哎 就是白雪 白雪在以前有几首歌 比如说像那个千古绝唱啊 久别的人 谁不叛中逢许多的啊 这个军女歌手当年这个在大家 在各个频道都看见他 这个各个场合 红旗一时 那这些年呢 白雪有点这个 仅仅47岁 有点好像淡出一线这个感觉 那可是等他遇到原意以后 他的事业这几年呢 又有点起色 然后咱们今天聊聊白雪 白雪是1975年出生 他是哪的 他在浙江温州的 这个乐清人 那次念乐是念音乐啊 音乐那个啊 他小时候叫什么 他小时候叫白雪琴 还不叫白雪 然后等他爸爸小时候爱什么呀 他爸爸喜欢拉尔胡 他爸爸小时候就回拉尔胡 多才多艺他爸爸也 带弦的就能拉响 带一点雷声吹响 从小白雪琴呢 受他爸爸影响 也喜欢音乐 对吧 在你像75年出生吧 那个年代呢 流行歌曲没有呢 然后从小他爸爸教他 在唱什么 唱歌一句 从小他就开始学乐剧 还没等下小学 就《红楼梦》里头 这些角色的乐界 天丧雕下 各里面什么都都会唱 然后有一天 他忽然听见邻居家发了一声 说这个什么声呢 就是那个年代 相当稀少的电唱机 然后他爸爸 一看自己女儿喜欢这个 他爸爸从小对他就 爱如掌上名姑嘛 然后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个 这个电唱机 然后从小一把二胡 一个电唱机 然后唱个乐剧 这是白雪的童年 他五岁的时候 他就能在台上就唱乐剧了 后来等七年之后 他十二岁那年 当时乐清市的这个乐剧团 就开始招演员 然后等他就开始去考试去了 当时啊 这个乐清乐剧团 就招了十六名那个孩子 就送到一个县城 那会儿有剧团去培养一下 然后等这个白雪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就是参加连本地的公祭 各地送你培训的 一百多个孩子 最后录取几个嘛 然后白雪在这里 他表现极端突出 乐清市乐剧团 就正式招了白雪 然后让他开始什么 主攻小生啊 吊嗓子 背词啊 学这个动作 就每天雷打不动 可是白雪悟性也好 也这个用功 他的成绩就在这几十名学员里头 始终最好的 他在这个县城学了两年 学艺完毕就可以回家了 就可以回到上班了 他就到了这个 回到乐清这个这个乐剧团 可是呢 哎 你说这会儿 这个给他开了个玩笑 为什么 他进入青春期开始发育了嘛 当时白雪只有14岁 可是他长了哗一米七几个 就整个剧团里头 他个最高 大家看乐剧里头才子家人啊 对吧 有些经常是女孩唱 没有那么高个的 就没有能给他配戏的 他往那一站比起他高一头 那你怎么给你配的戏啊 所以说呢 技术又好 什么都好 没有配戏的 没有戏合适的 就只能跑龙套 这就上天 给他个开个玩笑 放着好觉用不上 因为没有好搭档 是支撑在这拉大木 所以说这几多年的辛苦赋予流水呀 他爸爸白雪团里领导都都看出 哎呀这个造成这个孩子这个艺术了 哎这个时候 国内的流行音乐就兴起了 哎当时在你像1988年不就有西北风了吗 就当时还有各种清歌赛 就各地都举行比赛嘛 然后等后来的我们的集团同志说你嗓子好 你这样 平常大家就启用唱流行歌了吗 说你可以参加那通俗歌手比赛下 哎 然后等他就参加了乐清市的这个歌唱比赛 白雪拿了第一名 在这唱完以后说接着往上唱啊 又到了温州市 在温州市又拿到了歌唱大赛的这个冠军 连续两届市里都县里市里都得贯了 两次得贯这不就有名气了吗 然后等着15岁那年 他就想要当那个 他就看人家军装之类 就想当军力歌手 想那个这个带兵 他就去那个部队文工团 就毛遂自家 就写信 说我那个唱歌 我是两届的冠军 我要进你们的 他还从那个图书馆 那个杂志上找到这个文工 部队文工团的信 给人投信 可是人没回复的 没回复的 后来他第二年 这好赶上什么呀 浙江省军区文工团 招新兵 文艺兵 他一清 就直接就报名了 他各项指标合格 这个这个专业过硬 轻松松松 就进入了这个部队的文工团 当了歌手 然后等去了以后呢 第一件事就和那个部队 他那个队长叫吕齐 吕齐也就提个请求 说你把我白雪芹 这个这个字啊 那芹字给我去掉 我就叫白雪 这名又漂亮 又像一名 后来白雪芹从那 改名是白雪 然后这一年他都到 他16岁 他改名以后呢 他当时唱歌呢 就什么都唱 后来他们这个文工团 有一个这个艺术顾问 就一个姓马的一位老师 这马老师就说 你这个嗓音气质啊 你别唱名歌 啥也别唱 你这样你唱流行歌 通俗歌曲 还找了一个模仿对象 谁呀 孟阿敏嘛 那当时 孟阿敏就已经 那古建分的这个音乐工作室 大红大紫了嘛 那应都是他的这个 给他唱小样的嘛 哎 然后他还说 他说对呀 他说我报考文工团那天 我唱的就是 孟阿敏唱的 立乐队跟着情谊 哎 马老师指导下白雪的一路模仿 唱通俗歌还行了 然后 第一年他就当为台柱子 跟着这个下连队下什么演出 当时他人大家就管 叫小妈咪 然后第二年浙江省举办青年歌手大兴赛 妈咪就作为这个不是白雪 他就作为文工团的代表参赛奖 当时是500人参赛啊 500人 你他一关一关 赚入20人决赛 哎 白雪又拿到了冠军 这就连众三元呀 县市省 连众三元 这个时候呢 中央电视台那个综艺大观正火嘛 就在全国这个 这个就可以这个推荐节目嘛 当时他们文工团推荐的节目 就把白雪推荐去了 他浙江省歌唱冠军呀 哎 等他就上了综艺大观再唱歌 这综艺大观面向全国的呀 一下就成了声名远扬 他这一出离后 许多的文工团就都抛出橄榄枝了 然后总政海政二炮 这是部队里头最重量级的三个部队团体呀 就都来要他来 后来白雪加入了总政歌舞团 他成为当时团里的最年最年轻的一个歌手吧 然后就到了北京 从浙江就到北京 到了北京的第二年 他就像国家级的这个歌唱比赛 就是那个冲着嘛 1993年 清歌赛嘛 清歌赛开启 他参加了93年清歌赛 在里面得了奖 当年你像当年的清歌赛都有这个规矩 就是你参赛只要得奖了 基本就能签约 或者是国家的专业园团 那或者专业电视台的签约歌手 然后还有是什么各个唱片公司嘛 当时这个清歌赛主办方就有一个天心公司嘛 当时就天心公司就和就直接就签约 签约以后这公司就下了一期 就得包装歌手啊 打造歌手嘛 后来当时最红最牛的作曲家谁啊 徐皮东嘛 就找徐皮东 就给他打造 这会谁啊 白夏他18岁嘛 然后当时徐皮东有两首歌啊 就要交给他唱 可是这两首歌就是什么 就叫久别的人 还有错位 这两首歌 人家久别的人 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 重逢就怕日匆匆 是爱情歌曲 这个白雪没搞过对象嘛 一直在部队的文工团 没搞过 就这个歌有点拿捏不准 后来是跟当时徐皮东还直个训他 啊就特别严嘛 徐皮东 哎就是严实出高途 后来就是帮他领悟这个角色 终于白雪把这两首歌唱出味道了 包括最后多年以后 他那种叫坚固绝唱 对吧 这是白雪这个 这一首代表作 那里他都有很大的情感堆积 然后 这个歌一出了 那白雪就特别红了 然后19岁的时候 他就被那个送到哪 送到军艺 解放军艺 英语学院进行深造 但是军艺培养什么歌人呀 沈腾了 这些都从哪出来的 他到了军艺 他遇到了一个老师 谁 马丘华老师 马丘华老师是业内非常牛的一个教授 他就根据他那个 他那个嗓音条件下 就给他指导深造 他是 这是记忆之路越来越好 20岁 他就参加了春晚 后来多次参加春晚 大家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白雪 而且他有十多次就跟着团上国外进行艺术交流 国内的大型的歌舞晚会也是数十次 就是一线的国家 今天这些比赛 白雪都作为军旅歌手 登上了这么重大的舞台 荣誉等身 而且他不光在大舞台演出 他还哪 他还下联队 他同时不忘那个下联队的基层任务 而且他还发生了音乐春节 他可以说是多方面发展 就可惜就是他军旅的歌曲发传机少 就这就充于十多年了 他的事业打打过风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爱情也来了 就当时他有一个 他参加一个舞厅奔迪 他看中一个男的挺稳重挺什么的 后来追他 追他以后呢 两个人是03年结婚了 这是结婚 可是呢 这段案情失败的 当时他生一个儿子 后来因为两个人慢慢的 两人感情不和啊 后来这个聚少离多啊 两个人也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 然后在08年左右 等后来离婚以后呢 也赶白雪的事业 到了一个这个瓶颈期 而且那个年代呢 大家看这个各种选秀歌手啊 各种的那个音乐形式都发生软变 像白雪他们那代的歌手 就先后都退出了市场 那是你看中国流行音乐是一代人来 一代人走 那早星运动来一批 一堆的退出 一堆的退出 都是成批的走 白雪基本也是沉寂了 那一段时间很沉寂 后来就发生了什么呀 发生转机呢 就咱们开头说这个 2015年 他参加了这档节目叫国色天象 他和这个音乐总监 元一一争吵 当时吵的很激烈 这个节目当时的半道理没法拍了嘛 等后来白雪当时怼了元一 最后一来的情况以后 就接着两个人进行合作 然后那个元一 因为他非常资深啊 他和刘欢 妈咪这些都合作过 所以说他给这个白雪 给提出的意见是非常中凯 然后白雪呢 终于了解了元一的这个创造思路 然后回来他就跟你 元一说啊对不起 然后后来元一接着 2016年 他就跟白雪商量 说你这样 组建一个组合叫什么 叫东方神话 你再次出道 因为他这些年又结婚 各方面的 他那代歌手 他已经名气下降了 然后元一通过自己的这种理念 给他加入了创新的活力 你说给他有的是旧歌新唱 有的是全新的创作 这样重新打造了一下白雪 白雪然后从2015年认识 认识这个以后 比如说他就打到新歌 比如说燃 对吧 就融进了摇滚风格了 就就 因为他经过岁月的沉淀呀 这么些年过来 他对人生有深的感悟 白雪再唱歌和以前又不一样 你看2016年推出这个燃 对吧 他在各个平台播放量就 就很大嘛 然后在当时在这个 他的新歌就登上这个 许多都是新人 网络歌手 可是在清一色的心中间 这个白雪当时44岁了 挤身在一线的这个网络歌手之中 所以说造就他的事业 焕发第二春嘛 造就这一切的 就这个原意 可是原意呢 比这个白雪小八岁 两个人合作过来呢 互相按生情愫 觉得在兴趣个性事业上 两个人有许多互补之处 这个音乐给他俩当了月老 本来就是白雪都想说 这第一段有一个失败的婚姻 他有个儿子就想要自己 就单身过就没问题嘛 可是遇到了原意嘛 两个人觉得情投意合 又开始这个白雪 不光事业第二春 还这个什么这个爱情 也赢了爱情 你像2019年 他还出演了什么乐趣电影 什么白雪传 他从小就演 就唱乐剧啊 唱那么些年 因为个儿高 没有唱上 终于2019年 这个电影白雪传 他唱着乐剧电影 也圆了自己的梦 然后2020年 他和原意正确确定 这个确定了这种恋爱关系 这个从12岁学习 35年过去 这个白雪在这个 35年的演艺生涯里头 那在事业呀 在家庭呢 在爱情上都有了这个 一个完美的收获 所以说咱们也这个希望啊 白雪能够创作更多的作品 能够回到咱们大众面前 事业和家庭都能够双丰收 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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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